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托尔兄弟在波特山庄开盘的社区Skyline的户型 那么近期我频道有上传一期视频是说 我个人在波特山庄近期也购入了一栋新房 那原因是在过去的两年内 其实我也是在尔湾和波特之间不停的往返 那期间也帮很多客人去买到了他们心仪的各种各样漂亮户型的房产 那波特山庄那边目前为止是有非常大地块的 而且好景观的房子 那建筑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那这样的地块这样的景观放在尔湾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因为价钱会是非常的高 所以目前我觉得波特山庄还是一个挖地的价钱非常的适合投资 那我买入也是半投资半自住的兴致 我会先将它出租 那么未来几年我也会继续观望波特的发展 那目前呢波特的发展前景非常的良好 今天的视频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买的社区他们有什么样的户型 它的一些地理位置交通周边配套以及未来的这个城市发展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我们现在呢一起来看一下我的电脑的网页 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托尔兄弟在波特开发的这个大型社区 它的具体位置会是怎么样 我们一打开网页呢会看到哇 这么漂亮一个山景哈 那它目前所照的这三栋样板房呢 我的频道都有在播出 那近期呢我也会请摄影师去录制更加高清的视频 希望给远程的小伙伴们更多的福利 可以在视频上用高清的4K来在线云看房 那这个呢也是我今年的一个目标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它的小区呢都是南北朝向建的 所有的景观房呢全部都是坐南朝北 那北方呢会是它的山 南方呢就是城市景观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星星点点全部都是南部最好的景观 目前呢这个小区它会放出托尔在波特山庄最大最豪华社区 West Cliff里面最高地段的山景地块 那近期呢它也会放出小区的楼王地块 那这些楼王地块呢预计都会以最高价竞拍的形式出售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尽早咨询我 这样呢才能会抢到心仪的地块 跟我做邻居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型社区他们所开发的位置 那我们频道呢都有看房视频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们的看房视频 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这个社区呢它一共会有四个户型 等一下呢我会带过 我想先来说一下这个社区它所在的一个大型的地理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波特山庄 很多客人呢他会问我这个波特山庄到底在哪里 波特山庄呢位于洛杉矶以西北方向 大概26英里左右的地方 我们屏幕所看到的这个红圈圈勾出来的地方呢 就是波特山庄 那这个山庄呢其实是非常新的一个地方啊 那近几年来呢它的发展非常的高速 无论是房价配套学区 以及它的这种邻里新入住的居民等等 它的发展呢都是高速的 另外呢波特山庄离比伏利好莱坞是非常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看好它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洛杉矶及周边甚至是比伏利好莱坞 周边呢步伐全部都是一些非常老的房子 1920年啊1930年啊都是这种非常老的房子 那它的户型格局无论占地再大 它的户型格局呢总会有缺陷 那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口啊 以及一些很多的这种投资客人呢 他们可能会更加倾信于买新一点的房子 这样它的生殖空间呢以及它的日后的折损呢 都会是非常忧虑于我们这种投资客的一个需求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可以看一下波特山庄 它去任何一些地方大概所用的分钟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客人在跟我聊的时候 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会给他发一些截图啊 就是大概去周边的配套都会是多远 那我们今天想说全部放在这个视频里 希望对波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从这个视频中了解波特山庄这个位置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波特山庄去洛杉矶国际机场 买在波特的朋友们呢可能很多他会买第二屋或者是第二住屋 度假屋投资屋 甚至是这些客人非常喜欢旅游啊或者是出差啊 所以他们去机场呢就是一个经常会去机场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客人呢他会要求他所入住的地方不要离机场太远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谷歌界面 波特山庄到机场大概是31.2英里39分钟的距离 这个对于LA大部分的城市来说这个距离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波特山庄去LA downtown 波特山庄呢去LA downtown是28.9英里 时间呢大概是38分钟 因为去LA downtown无论在什么时间段都会是非常堵的状态 所以说呢38分钟的通勤对于LA downtown的金岭白岭明星通勤度来说 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距离 另外呢这边房子大户型好房子新学区好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通勤时间呢是很多家庭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波特山庄去比福利 波特山庄去比福利呢大概是24英里 那大概呢也是37分钟的距离 所以说如果你要去Rodeo Drive啊星光大道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也是非常近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波特山庄去海边Santa Monica 波特山庄呢去Santa Monica呢是刚好30分钟的车程26英里 那中间呢可以横穿就非常近了 30分钟开到海边也是一个在洛杉矶大部分城市都非常好接受的一个时间和距离 那如果华人入住的波特山庄当然要考虑它的配套设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波特山庄去Pasadena这个老牌的华人城的距离 32分钟29.2英里可以走210这是去Pasadena 你可以去那边的Old Town啊去看看新年的花车啊或者是逛街啊等等都非常方便 那如果超市的话 波特山庄最近的九九大华会是在one night one night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11.4英里17分钟 所以说你入住的地方17分钟就有一个大华超市 可以买任何中国的菜系干货 其实这个生活配套就是非常方便的了 因为很多家庭呢它并不是每天都要买菜 所以一周买个一两次菜 每一次买菜呢大概车程往返30分钟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可以接受的距离 不是吗 那我们现在看过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地理位置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本地的城市它都有什么样的配套 那托尔在开发波特山庄这些大型紫色区的时候呢 它其实规划了很多个紫色区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Vice Cliff呢 是它最好的最贵的紫色区 那么它在规划社区的同时呢 它当然要把配套带入 那带入了配套呢 对于建商来说 它的房价也可以卖得更高 对于居民来说 他们的城市发展也会更好 房子呢也会更加的保值增值 所以呢是一个V-V双赢的状态 那么波特的托尔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配套呢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网站的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呢已经是 现在已经设立好的商圈 有两个大型的商业plaza 我之前呢也有开车在那边做一个简单的 航拍给大家介绍里面的一些设施 感谢小伙伴呢也可以去翻看那一期视频 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简单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有HSBC 汇丰银行已经入住了 另外呢还有whole foods 就是主打有机食品的超市 里面呢也是吃喝全部都非常完善的 大部分非常注意健康的家庭呢 现在呢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喜欢whole foods的 另外呢如果你不喜欢whole foods呢 这边还有rofs或者是沃尔玛 等等这一些非常传统的老美超市 那基本买菜的需求呢是可以解决的 那这两个商业中心里面呢 大概会有10家以上的银行 包括汇丰啊美国银行啊富国银行啊 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银行的一些提款机啊 或者是创台接口出啊 就是生活配套呢是非常完善的 另外在生活上西餐厅 还有墨西哥餐厅 越南餐厅 日本的铁碗烧 以及美甲店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户外的必备的一些设施 这两个plaza里面都是一应俱全的 而且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搬到这个城市 尤其是北加的很多的高级的科技宅 他们也会选择搬入这个城市 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不久的几年内 波特呢也会更加完善 只对于与我们中国人所完善的各项的配套 这也是为什么我投资在这里 想继续观望这个城市的发展 因为我非常看好这个地段 那我们现在看好它的这种地段之后呢 我们回来去看一下托尔开发的这个大型社区 Westleaf 那么其他社区呢 我在日后的视频也会抽时间帮大家录制出来 那么因为我自己买的是这个社区嘛 所以我也想优先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买的这个社区 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面前的这个地图呢 其实是Westleaf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图 那这个社区呢它会有三个铁门 那这边呢会是24小时的警卫门禁社区 这边有一个圆圈的地方呢 会是有警卫的小区的一个正入门 那这个图像呢这个地图呢下方是北上方是南 所以越下方的地势呢会是越高的 那我们现在开设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买的这个紫色区呢 会是地图上所显示的这一些地块 那为什么我买在这一排呢 因为它是这个最高级小区的最高一排 而且它的景观呢看起来也是最远的 那下方这些浅绿色的区域呢 未来会盖波特的大型的社区公园 那这边呢它也是一个山坡的形式 山上会是各种各样的公园啊步道啊 社会的这种社交的地方 所以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好的 只有Skyline目前享有着这个社区最高的地块和地势 这也是为什么我勾入的原因 那另外这一片呢 它是在开另外一个社区叫Sami 我会开启另外一期视频去介绍它 Sami的户型也非常不错 中国人非常喜欢 因为它有很多特别现代特别阔气的 如果说户型来户型来说 其实我会更加喜欢的Sami 那我选择在Skyline这边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选择它的这个地块 但是Sami呢也是非常好的 它近期放出的呢 也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地块 占地高 土地宽 户型非常大的这种地块 那社区进门下面的这个两个社区呢 已经在今年陆陆续续的都收盘了 那这两个子社区呢大概也都是四五千尺 收盘价呢要满房 卖到了三百四五十万左右吧 所以说呢也可以说社区的整体居民素质是非常高的 那这边的租金呢近期 2022年1月有一栋4900尺的租到了一万八千美金 那也刷新了这个社区的租价 那这边的租客呢 因为我们公司也在做托管物业管理 那这边的租客呢 其实很多是非常高素质的 自带家里面的保洁阿姨 然后一次性的服务工金啊 或者是明星啊球星啊 他们很多不愿意买房子 但是又有很多的现金流的客人 高素质的客人 所以这边作为投资来说呢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保值增值 而且风险低的一个区域 好我们先讲完了社区的地图 来一起看一下户型 那首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社区呢一共会有四个户型 那四个户型呢 它是从4998尺到5435尺 它有一个加号呢 是说4998会是它的最小尺寸 但是如果你选择做 他们所规定的建筑升级的话 你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建筑面积 那最大的户型呢 三赛是5435尺 这个呢也是我购入的那个户型 那我呢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建筑升级 把尺寸达到了近5800尺的 那我们先从三赛这个户型开始说 那三赛的户型呢 是托尔非常经典的传统的双楼梯户型 那托尔呢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户型设计 双楼梯呢就算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了 那双楼梯呢非常适合家里面孩子多的 那这样两个小朋友上楼梯的时候 可能都不用打架 家里开会的时候 开完会双楼梯 一边一个楼梯 小孩们就下楼了 那这个非常适合大家去选择 那这个户型呢 它的这个内部户型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它的标配啊 它有一个超级大的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呢 大概是一个转角形状 可以去视频看一下 那这边呢我有客人开玩笑说 这个阳光房可以摆酒桌 摆婚宴 可以招待十桌宾客这样子 但是呢我个人把它升级 做了一个flag space 也就是包到了室内 我这样做的原因呢 首先它会增加一个 大概大概340尺左右的 一个建筑面积 那这个建筑面积呢 我大概是2万8美金做的 所以相当于每尺不到 六七十美金做的 这个建筑面积升级 那波特现在的均价 至少是六七百美金一尺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做出来 其实在经济上是非常的划算的 而且在潜力上也会 加大它的潜力 另外从户型来说呢 因为双楼梯 其实是非常对称的一个 户型设计 那我在这边做了一个flag space呢 就会使整体的户型 更加的协调 不像它的标准 做了一个户外阳光房 我就总觉得左边少了些什么 那当然也有客人 非常喜欢这种扩大户外区域啊 因为这边都是景观房嘛 所以你院子更大 那户外阳光房更大 你所使用的户外区域非常多 那样板房那边呢 也是在阳光房这边 做了一个户外的大厨房 可以在那边烧烤啊 BBQ啊什么的 非常的嗨啊 那这个户型的一进门是非常阔气的 双开门 那玄关这边呢 是20.4的举架 非常高的双层的举架 那里面呢 正对着呢 是一个用餐的区域 那客厅呢 会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 你也可以升级做壁炉 那你也可以升级把这边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 拉门 可以直通后院 那中岛呢 是对应着餐厅这个区域的 另外呢 一楼有一个半位 然后是双车库 这边这个户型呢 最多可以做到四车库 然后呢 这边一楼有一个套房 另外还有一间办公室 你呢 也可以选择把这间办公室 变成一楼的一房一位 可以做居家办公室 也可以给家中的老人使用 所以户型来说呢 非常的实用 那二楼空间呢 它的楼梯上方 这边呢 会是有一个loft 那loft这边呢 也可以去增加一个门 那这个门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家孩子小一点的话 很多家庭可能会去做那个围栏 那有这个门之后 小朋友在里面玩 就不担心了 那另外一个 二楼的一个很好的选项呢 就是它可以做一个户外的阳台 那阳台之后呢 它会携带一个拉门在这儿 所以如果是观景的话 那这个阳台就会有风景 所以二楼的这个小厅 会更加的舒适奢侈 那如果你不做小厅的话 你也可以把二楼的主卧房 变成一个更加大的区域 但是我个人的话呢 我不是很喜欢特别大的卧室 因为我总觉得 特别大的卧室没有安全感 而且来说主人房 可能小一点更加聚才了 不过有些客人也会喜欢 大一点的主人房 这样它可以增加一些 其居空间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空间 在主人房内部使用的时候 更加舒适 那这一边的主人的洗手间呢 是内置的套间 有一个超级大的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开了四盏床 那衣帽间的尺寸呢 是21x14的 托尔很多新房 大部分的次卧是11x11的 那这间衣帽间是21x14 小伙伴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间衣帽间有多大 那主人房的衣帽间呢 可以开门直接去洗衣房 所以这个设置呢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二楼的阶梯右转是 右转的方向是全部的主人空间 非常大 占据了二楼一半的面积 左转空间呢 就是二楼另外三间房间 三间房间呢 没有小房间 这是为什么我最喜欢这个户型 因为三赛所有的房间都非常的大 所以无论是你的家人 你的子女 他们的居住环境呢 也都非常的舒适 这个打破了以往托儿 只负责主人舒适 孩子们就不管了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边呢 次卧二次卧三次卧四 全部都是内置套房 而且尺寸呢都非常大 可以看到15x2.6 15x13.5 甚至是18.3x14 下面18.3x14这个房间呢 非常适合家中有双胞胎 那么他们呢 可以一起住在这个房间 结伴而行共同长大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二号的 那个三赛的二楼的户型 那介绍完三赛之后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Pacific Pacific呢 最近我也有请我们公司的摄影师 去给大家拍摄一下 因为这个户型比较特殊 这个户型呢 他们并没有设置样板房 但是尺寸来说呢 他的性价比非常好 因为没有样板房的关系 早期销售的时候呢 Pacific户型卖的比较慢 因为大家都喜欢眼见为实 没有健康的户型呢 他们不愿意买 但是我在通过了解他们的户型之后呢 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户型的 从外观上来看呢 可以看到Pacific跟三赛是非常的类似的 那这边尺寸面积呢 也是非常的像的 唯一的不同呢 可能趋近于一楼的客厅区域和二楼的小厅区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户型图来看一下哈 那他的户型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二楼的这个区域 一楼的区域呢 也是双楼梯 然后双开门进门的 同样一楼可以做到四车库 那左边呢 是一个房间加一个办公室 可以作为一个一房一位的套房 那Pacific另外一个叫比三赛的优势呢 就是他可以做中厨 因为他的这个户型走向刚好好 可以做中厨 三赛那边呢 是不能做中厨的 那这个是Pacific对中国人的户型来说的一个优势 那三赛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客厅 那Pacific这边呢 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户外的阳光房 这个阳光房呢 较小 但是也是非常合理使用的 那Pacific的二楼呢 是可以做 二楼呢 不同于三赛是 二楼它会有一个镂空的区域 这个镂空的区域呢 就是取代了之前的loft的区域 那同样呢 右手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主卧的空间 也可以做成一个延长 更大的一个主卧卧室 或者是呢 可以把它做成主卧的一个阳光房的区域 那左边呢 会是他的loft 那因为他的loft挪到了左边 所以他的其他次卧呢 会较小一点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还是非常大 还是保证了15成 大概12的一个平均的房间大小 只是你损失了那个双胞胎的房间而已 所以Pacific的这个户型呢 我也非常的推荐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外观最漂亮的这个contemporary的 然后他还有意大利式的贴白砖的 还有贴石头的这种美式牧场风 以及最后的这种西班牙式非常传统经典的托尔外观 下一个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Harbor户型 Harbor呢是skyline里面最小的户型 但是他也可以做到5000多尺 那Harbor户型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性价比非常好的 因为目前Harbor呢大概是在220万美金起 在Pacific和Sunset都是240万美金起的时候 这边220万美金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呢也是有双开门的进门了 他呢是采用了单侧楼梯 那节省了双楼梯的这种空间上的占用 所以这个户型呢 它是更为实用的 同样它的客厅餐厅还有厨房 是一个长条式的 那外面呢延伸出来了一个阳光房 这边呢是做的三车库 那你可以把这个三车库 改成为一个内置的房间 在此呢增加了大概16.6乘以15的一个尺寸面积 大概230尺的一个尺寸面积 那这样你的整体面积就已经达到5200尺左右了 那一楼呢同样是有一个卧室套房 加一个办公室的 二楼这边呢有一个天桥 天桥的左边呢是家人的方向 天桥的右边呢是主人的方向 所以它这边的二楼呢也是可以做阳台 或者是作为一个延长的主卧区域 那注意阳台呢是不算面积的 延长的区域呢才算面积 包出来的内置的呢才算你的建筑面积 这个在做升级的时候呢要考虑好了 那这个主人房呢它占据了二楼右手边的一个非常狭长的区域 所以它的衣帽间啊还有它的浴室啊都是非常大非常舒适的 那洗衣房呢哈尔伯也是离主人房更加近的 那它的二楼的第四个房间呢是采用天桥另一个方向近的 所以这个户型呢它在户型设计上给每一间房间都有足够的隐私 非常的合理 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Harvard的这个户型 小伙伴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最后呢就是它的coast户型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coast户型 因为现在电池重新放了 所以我就不用讲的那么急了 那coast户型呢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它的功能分区非常的明显啊 一进门呢它有一个非常刺刺方方的这个玄关 20.4尺的层高 所以进门的玄关呢也是非常的阔气的 那它这边呢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宽的楼梯 楼梯其实占用了很多空间 但是它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宽的区域 非常适合搬很大的家具上楼啊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设计 那楼梯这一边呢它的对面是一楼的一个办公室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样板房 这间办公室装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位置呢就是家中来任何宾客 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非常适合在家中办公的一些客人 那它的功能明显呢 就是功能分析明显的就是造成了 它有早餐区域正餐区域 还有一个传统的卧室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火炉 更加增加这种生活的仪式感 所以说这个户型呢 它其实对于客人看房的经验来看 客人更说这个户型其实是更加的实用度非常高的 那一楼呢 它同样是有一个卧室 那这边呢也是可以做到四车库的 但是托尔的四车库呢 我要说一下 在你选地块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地块都可以做到四车库 首先呢你要看你的这种土地面宽 其次呢你要看你的这种前院的一个走向 另外呢你也要看你跟邻里的这种侧院的宽度啊 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地块呢是有讲究的 那我们一会儿呢也可以去讲一下这种房屋的外观 我再细说哈 我们先把这个户型说完 那我们看过了一楼的这种户型 进门的玄关 然后左边办公室 然后下面套间可以做到四车库 功能分区的一个生活区域 外面的一个阳光房 那这边一楼呢可以做一个multi generation的一个suite 就是把卧室和套房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套间 但是很多其实买这样户型的房子的人呢 他们并不会去做这种multi generation的这样的一个套间 去进行出租 可能用为家中的岳母房啊 用人房啊 或者是一个办公室更为实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二楼 二楼这边呢有一小块的灰色区域 代表着玄关四四方方的一个高顶的区域 那楼梯上来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宽的楼梯 上来之后呢 右转方向有一个很大的loft 就是家庭的娱乐室 这个loft的尺寸呢有20.2乘以16 那左转的方向呢就是它的主人房 主卧这一边呢尺寸非常大 21.1乘20 而且主卧内部呢也可以做fireplace 就是壁炉 这个呢其实增加壁炉呢 会增加这个房屋的这种高级感 仪式感 那主人房男女的洗手台呢 是对着的 然后浴缸和淋浴房呢是干湿分离的 浴缸旁边呢是有窗户的 然后里面呢是它的这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尺寸呢大概是200尺左右 180平米的衣帽间 看你怎么样把它摆满嘛 然后另外几间房呢是在二楼的 另外一个方向 从loft游戏室呢可以连接到二楼的其他次卧 有三间房 因为这边呢有三间房 样板房也是很有趣的 把它展示成一个三间分区的区域 非常像机场的后期室 或者是小孩子的辅导包啊 老大老二老三一个一个辅导 那这边的房间呢 每一个房间都达到了14乘12 13乘12 或者是14乘12的面积 就是都很大的区域 那唯一不同的是这一边的洗手间 这边的洗衣房呢是 智在于离自我比较近的方向 这个呢可能更加督处家中的孩子们 自己做londre自己洗衣服啊 那二楼的身体选项呢 可以把主人的卧室延长出一个观景露台 这个露台外面呢也可以配置烧烤炉 那露台的尺寸呢大概是21.5乘14.5 露台呢是不算在室内面积里的 那如果你不做露台的话 也可以把它包进室内 大概可以做到21乘16 更加延伸出去的一块 那这个呢就算是室内面积了 就会变成一个超大超豪华 超舒适的主人内置套房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 COST这个户型的这个解释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回到户型外观 因为四种户型的外观呢 全部都是一致的 因为社区呢他们要讲究和谐性 所以他们在申请建筑审批的时候 他们只会有这四种类型的外观 那每个户型呢都会根据他的这种 floor plan来进行简单的调节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四种外观 就是首先第一个 Costal Contemporary 这个呢是最最受华人欢迎的 那自从我们发Tobutter的视频上网以来 很多客人他们找我咨询最多的 就是这个外观 所以这个外观呢 也是最受我们中国人喜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它的名堂特别的明亮 很多的玻璃 而且它是高顶双楼梯 所以看起来呢是非常气派的 另外它的左右呢是非常对称的 非常的balance 中国人呢可能非常喜欢这样的户型 那这个户型呢也是这个社区 对于土地要求最大的一个户型 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可以做这个户型外观 那第二个户型外观呢 它并没有设置样板房 所以它有一个设计图在这边给我们参考 那这个外观呢是意大利时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白色的方正的贴砖 看起来呢也非常的贵族气息 很有欧式建筑的那一种经典 下一个外观呢就是modern farmhouse 这个是美式传统啊 我们之前频道拍过一个 1800万的Casko老板的房子 他们就是这一种美式外观 那这种外观呢 它是有贴实 然后有尖尖的角 那这样的它的顶呢 其实还是一样高的 只不过它的 它的屋顶上方的一个阁楼空间 可能会更多 就是你可以有一些额外的存储空间 那这种户型呢 我会建议去升级一下壁炉 因为美式传统的房屋呢 一定要配壁炉 这样才增加这种美式房屋的一种仪式感 那下一个外观呢 就是它的Spanish Colonial 就是后西班牙市 西班牙殖民地史 那这一种呢就是红瓦 然后配一个双开门 然后它有这种铁翼的一个阳台 整体配色呢都非常的敦实 那这个外观呢也是托尔最常使用的一个很经典的外观了 那一般来说呢 托尔在Skyline或者是在Sami 这两个大型社区中呢 所有的房屋外观和户型设计 其实是可以自主的更改的 那现在呢 它们大概是可以先花1万美金左右去申请更改户型 那另外呢也可以再花1万美金左右5000到1万了 去更改它的这个外观 那取决于它们用料所花费的不同 一般呢托尔会收1万5到2万左右 去更改你所要的这种户型和外观 所以如果你选择到了好的地块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个地块 变成你喜欢的那个户型以及外观 那当然了这一系列的流程呢 要跟托尔的销售经理以及领导去进行一层一层的审批 那审批之后呢就可以拥有你一个 自己的一个半定制式的托尔高级的全新的新房了 那目前呢托尔定房的定金呢 是5%房价加上20%的地块 以及structural结构升级的一个价钱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社区呢 大概的定金在20几万美金左右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咨询 那目前呢 下一期房源很快就要放出了 那这一期呢 因为地块特别好 位置特别高的关系 非常有可能做highest and best 就是最高价者得 那当然很多北家的托尔已经开始在做这样了 因为房市太好了 而且因为房市太好了 那么房源短缺 所以很多建商呢 都不得不选择这一种价高者得了 那么托尔呢 还是一贯的会优先现金买家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或者是对这个社区 有继续观望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联系我Mina 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那当然呢 因为我对这个社区非常的了解 我也多次往返 自己也买在这了 所以我可能也会给你更多的 更有内部资料的一些信息啦 那么如果你还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请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转发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订阅一下 我是Mina 因为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历人 和注册管理师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